第三場賽事 第三場賽事是28008米 出馬就不滿額了 10匹馬 如果看這場 3號的天使降班健康快驅 原本配潘頓後備騎士8米高 看潘頓明天的馬很多都是排好檔 安彩上次被人鬥燒 他的笑哥在前面燒得頗快 不過看這場報速不算很快 看看會不會有些甚麼馬擺前一點 應該是安彩 都是屬面 這些高班千八賽程 你看Key Race 很多馬都碰過頭 健康快驅上次說 阿彩的馬是否熱身 是否先跑一下 波仔跑 但真的厲害 看看同州共仔 天使安彩這次一起跑 一隻是讚的 同州共仔 當然是B加二等位 健康快驅要走得比較蝕 飛出去外檔 但追势厲害 但這場報速都快 所以健康快驅 拉斯塔Sir是厲害的 外面那些勤得兼備 你不要看他年紀大 他都要追一下 當然 你算一下錯馬 第一場 第一個回合 當然是未有十足 還有上季 52分殺上來 贏了這麼多勝 今次 他跟同州共仔扶榜 再拉近 又用潘頓 又熱身 計算死數 他應該是先反 是 因為磅位差距 又縮窄距離 只剩兩磅差距 還有一對馬 上一次 在這裏節目都很喜歡 一隻同州共仔 因為他的馬 現在乖巧了少少 閹了不同 不過這樣 跑完上次之後 我覺得回復貨 馬又有少少口 你站在坐手 劉家泰幫忙試 追著追著 其實走著入面那隻 他又有些搶口 現在是少少擔心 這件事 不是巴道 不是潘頓 現在就密度浪去跑 始終對上兩個跑開 都是熟手的騎士 他的薑城 究竟能否控制得到 和同州共仔 始終跑到中長途 跑到千八米 一錯一點點 就沒什麼機會 一搶口就爛了 所以 如果兩隻去比較 好像健康快區 又加上跑三次 這個路程 全部都在 這些在神操見到的事 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讀一讀 因為始終是熱門 會不會一陣跑 到時跑的時候 有這個風險 但如果論馬來講 我真的覺得 他上季淹了之後 這隻馬 就越來越進步 可能 遲些評分 可以跑更高級數 賽事也不一定 剛剛拆下去 這場看起來 好像沒什麼步速 其實安塞 如果在慢步速 或者正常步速的場合 都跑得不錯 因為他季初那一場 不是輸得很遠 對手很強 喜歡他 都是貼籃自己放 威力會再強 你看回之前 周進落跑一場 都沒有難 連天使也一直放在裡面 但這組 發財先鋒 之後贏銀袋 今天跑二級賽 對 還有前面 保羅聖傳發財先鋒 組段都不會放得特別慢 變成了安塞 回來 也有個第五 近一點 但你看回 他上季 其實對馬都不差 用猛神驅 快翼線 其實都是這個班次 都是穩打穩摘的馬 最主要 五檔 和這場的步速形勢 看似都比較明朗 看看會不會 他是自己放在前面走 安系的 全部都是蘇兆輝 差不多馬主那些 御用騎士 其實賽還有一隻 最眼光的 上一次 直到那些挪位 人家個個都很積極 巴套就等人走完 美大宇宙又到 他才追上來 上季跑過千八個黏地 我覺得不好做盡 因為馬上千八度 加上這隻馬的跑法相對彈性一點 萬一沒什麼馬走 他就跟前一點 慢步速有機會 氣量的考究沒有那麼大 看看這場我們選擇什麼 健康快驅 今次用到潘頓 排檔很熱身 三重彩 找他做膽 拖班天使 同舟共濟 是安彩和醉眼光 是啊,健康快驅 如果大家翻查 今次賽事 賽有很多馬 都在賽前 特地再做多個加油雜 再上去 從化試貨長一點的雜 回來的馬 這批健康快驅也是鬆容的 所以今次 都駁它反先 是同舟共濟 但是同舟共濟 都是越來越好的馬 上次都交代得到 另外就是安彩 看看可否讓它 操控到一個萬步速的形勢 然後看看3T頭關 始終關乎巨額多部 3T頭關 四班千四米的賽事 看看鋼班馬友 1號閃得快 2號標之將來 上次跑直路賽不太差 標之將來 鋼班就找到蘇紹輝出手 還有一隻 5號喜連心聲 洩欣排著一檔 如果看潘頓騎7號的線路神話 後備騎師是潘明輝 排著好檔 組斷有遮擋 預計都挺好跑 不過這場計算下去 報速不算很快 看看精彩生活上次被人問 這次排外檔走不走呢 這組馬 如果大家看排位 看賽職以往 懂得贏千四的馬 不多 兩匹 得隻風箏 加上正本雄心的老馬 好像有點混戰 當然了 3T當然要研究一下 比較難的 選一隻敲門的線路神話 Kitty也說過 就算你後備騎師潘明輝也熟 潘頓跑 上一場 其實到終點前有少許夾 看風箏在一起 但這隻馬 其實你看上季 由三班 一六四班 一六號 長長擺到 它是抽檔抽得不錯 整天抽到內檔 咬著一個好位跑 結果回到來 它這裏 如果再積極少少 這隻馬就不會被大馬困住 因為它這馬是軍速馬 一定要用自己 一直順走 這裏其實打著打著上來 不過這裏 收窄了個位 結果又檢查 一路回到第四 那你馬上賽後潘頓 都摸過了 試過閘 輕鬆鬆跟回來 我覺得這支馬 如果你看回外地的賽職 現在這個分 怎樣都有水位 所以排得好當 就是一樣 今季原來騎連合作 跑了八次 就未贏過 有四個位置 看看可不可以贏回場 很緊要 今轉季人那些 之前就很好 但希望這個騎連組合 今次大賽也有一點表現 但它的跑法 還是會比較主動 剛才記者也提過 那隻精彩的生活 上一次回來 是被人問話的 為什麼要問 因為你看回這個片段 看完時間 是快得很緊要的 十三秒五六 第二段 那裡加起來 三十四秒八幾 頭三段說 是五十八秒一 快得很緊要 看回就是 十月一號 這場零五八場次 你看看它 早段放緣 但回來 它不是說 馬上散開給你看 前面那些馬 走掉了 那些場上有 紅衣震撼那些 當然 之後再出了有 這場又桃花多了 其後你見到 線傳萬 你回來這裡 健康第一是追的 但你看到它之後 因為它不是說 停得這麼快 那個勢之後 都還頂得住 看完它上一次怎麼跑 那場對手又更硬 在說同聲同氣 它嘗試留著少少跑法 回來的馬是有些 耐閃的跡象 桃花多了 駁走 同聲同氣正在追 不是說很差 回來就肯追 而這個十四度 我覺得它可能 都要用前一次的跑法 刻意放在前面位置走 李昂鑽旗 裡面就失去了 它回來不是完全斷 所以精彩生活 半衙門未到 有機會在前面走 你看回上場 連桃花多排外檔也擺前 紅龍其實都跟前了 報速有多快 大家的心照 看看這次 究竟外檔 是否走到前面 還有一隻 誰知將來港班馬又如何 上次跑直路賽 楊明倫回到來都被罰款 因為未力拆到終點 你看這隻馬 這是北半球馬 其實它兩歲 在英國表列賽的第二 是很高水準的 所以我覺得 分點都有些好處 不過有時 兩歲馬來到三歲 擦班香港跑 就要有些時間適應 你看上一場跑直路賽 很早點望空 回到來 其實它不是很頸 即是前八位高的走掉了 但是 騎一騎一隻馬 其實它斷不完 當然 那裡就有些傷確 回到來 未力拆到終點 那個大應 就罰了錢 但我覺得 整體來說這隻馬 也有進步 今次用了神邊輝 你再看回跑千四 上季不行 是一隻馬未適應 你看回這隻馬虎 是三連貫 當年香港人一里錦標 是一千六米的馬 所以我覺得千四 絕對沒有問題 今次換了騎士 排到好檔 很大變數 還有閃閃閃得快 又怎樣 這隻馬好像捉衣欣 贏呀難贏 終於落到來四班 好不可以交場頭馬 就是追他這件事 即是三班經常敲門 上名的馬 但贏的是贏不了 加加麻麻 拿了四個Q 唯一搏他 落班的對手 比較弱 一組就即是會贏的馬 兩匹 即是即是會贏的路程 風箏 風箏都可能是邊線的機會 風箏就是 何宅如很熟 排得好 不過閃得快 上次我記得你選了紫紅衣 選了很多隻 今次繼續嗎 也有的 信心之選 加上這些閃得快 有些粉絲 留意著 因為今次都是大賽日 因為閃得快 其實最近兩場 一次堵塞了 另外一次都是推一下 看看終於落到來四班 會不會有好成績 看看這場我們選了什麼馬 都是暖局 很多都未出過頭 選了連夜位置Q 三隻選 參考一下 誰知將來 你覺得有些分水位 仙奧神華 潘頓跑的 另外何宅如很熟的風箏 三隻 仙奧神華 你看他的部署安排 可能都要配合潘頓原本的檔期 可能刻意做久一點 隔時間久一點 等他這個檔期 有時間去跑 不仙奧神華 另外半冷門 就是留意精彩生活 放得這麼快 回來不斷 馬有些進步 3T頭關就拆解完了 待會回來看看次關和尾關 我們再次看 我們知道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